哈囉大家好我是達琳 今天要帶來繪本分享時間 達琳姐姐今天要說什麼故事呢 要跟你們一起看的繪本叫做 布朗克開開學 現在已經8月了 9月就要開學了 你們準備好了嗎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繪本 提醒大家 在看繪本之前 要先訂閱按讚還有留言給達琳姐姐 記得分享出去喔 一起來看繪本 布朗克開開學 布朗克幼兒園 故事插圖妙蒜小農 呵呵呵 YES可以學新東西啦 我要開始準備梳頭髮課本 還有睡乎 還沒有出門可是有點想家了 要開學了 可是我好想在家玩玩具喔 你也是這樣嗎 放假在家好好玩 玩具拍拍 等我放學回來 再跟你們玩 好緊張喔 要開學了 可是可是我會 我會想媽媽 走了走了開學了 你這樣不一樣 走啦 嗯 媽媽也會想你 我會想媽媽 捨不得跟媽媽分開 媽媽 好緊張喔 要開學了 老師好像有點嚴肅耶 布朗克 好害怕喔 布朗克你的帽子很好看喔 原來老師老師是要稱讚我啦 呵呵開學了 想跟同學一起玩 小朋友集合上課囉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好都到了 老師好想你們喔 而且上課有好多好多的故事可以聽 還有勞作課 還有運動時間 還有自由時間 和同學一起種菜也好好玩喔 一起觀察蔬菜的成長 是魔法嗎 這是什麼課 到底是美術課 還是科學課呢 考考大家 紅色加藍色會變成什麼顏色 答案就是 啾 呵呵呵 紅加藍是紫色啦 喔 運動課也很好玩喔 體育課大家在玩躲避球 碰 只要大家在一起 其實玩什麼都很好玩喔 對不對 下課了 大家掰掰 明天在一起玩喔 我不要回家 我不要回家 我還要玩 這個不就是剛剛 上學前一直死賴著媽咪 不走的那個小馬鈴薯嗎 呵呵 大家喜歡今天 馬鈴姐姐跟大家一起看的 布朗克開開學的故事嗎 今天要開學囉 小朋友 你是不是跟布朗克 還有他的同班同學一樣 非常的緊張 非常的害怕 而且 有些人是想要繼續玩 不想要開學 有些人是 害怕老師很兇 不想要開學 好多好多的原因喔 看完這本會本 你有沒有覺得 其實自己真的想太多了 開學是很有趣的喔 因為每一堂課呢 都可以有不同的收穫 而且呢 同學們 也有好多好多 暑假發生的故事 要分享給你們喔 所以 讓我們一起期待 9月的來歷吧 大鈴姐姐也要開學了 因為 9月你們開學 待完 快樂生這個節目 就要跟著開學啦 我們一起加油努力吧 9月 我們來了 對了 記得訂閱分享留言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下次大鈴姐姐就會分享更多更多的會本故事給你們 好不好玩 下次見 掰掰